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4月18星期一的下午3点准时在官网还有蝦皮上架 这一次的各种单品我觉得都超级烧的 我自己每一件都爱到不行 像我身上这一件呢 最近就是已经超级长穿它出去的 它是一个鹅黄的洞洞的整支衫 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刚好很适合春夏这种微凉的季节 然后这个裙子也是超级有特色的那种 泼墨油画感的半身裙 它不是那一种一般的小碎花式 带一点手绘感然后晕染感的这种 这一次两款牛仔裤跟配件包包鞋子都非常的厉害 就是有一个大破洞的单边破洞的牛仔裤 然后还有另外一件是牛仔的五分裤 然后它的车线跟版型都非常的赞 所以呢这一次呢我就会一一的来试穿 每一套给你们看穿起来的样子 那我的身高是155公分的体重是48公斤左右 然后属于上半身比较肉肉的身形 那这一次的很多单品呢 其实都是非常不挑身材的 不管你是离型女孩还是像我一样 上半身肉肉的其实都是能驾驭这些衣服的 绝对不是很逼人的那种款式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一次的实穿吧 耶 第一套呢是一个我超爱的西装套装 它是搭配白折裙的下半身 我觉得超级特别 然后整身呢是做一个杏黄色的颜色 它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是陀棕色 两色都超级好看 尤其是这个浅额黄色感觉非常的夏天 然后它的裙子的皱褶很好看 裙子呢里面是有做安全裤的内衬 所以完全不会走光 西装外套也是质感非常的好 都有做内衬 缝线都缝的非常的好 然后呢它做稍微一点点垫尖不会很明显 而且最棒的地方是它是微短版的设计 所以呢 如果你身材比较矮小的女生像我一样的话 我觉得穿起来比例整个超级好 就是腿看起来长了大概10公分吧 然后配上布鞋就我觉得很简龄 有一种就是少女感 我觉得套装控一定必收它 再来下一套是四色真之衫 这个呢是春天必入的单品 登登 手感超级舒服 而且颜色超正点的 这个真之衫 那还有一个黑色的 首先呢它的弹性跟整个质感都做得超级赞 然后呢它穿起来就是不会到非常的贴身 但是它有一点垂坠度 这个草绿色呢在IG我发的时候 问大家投票 但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草绿色 我自己也是很少可以看到一个绿色单品是我这么爱的 因为绿色我会觉得啊好难驾驭喔 可是它穿起来意外的非常的好搭欸 因为它搭一个小可爱在里面 你也可以当外套 或是搭一个扣子 扣起来搭牛仔裤什么的 就是有另外一种休闲的风格 那粉色的话呢搭配这一次的一个皱皱蛋糕裙 完全就是超纖代表 很像韩剧里面的穿搭 但我本人其实很怕穿蛋糕裙配这种真质材质 感觉会很显胖 可是这两件的垂坠度非常的好 所以我看起来意外的也可以当一个就是 稍微的可以当一个骨感的小仙女的感觉 但是这个粉超级好看 就是它不是那种很芭比粉 它是有带一点子罗兰淡淡子罗兰色的粉 然后再来呢是必备的杏色 它是有点偏一点点黄的感觉 杏黄色但是很淡 穿起来超有气质的 然后这个颜色就是非常非常的好搭 你平常上班啊或是去逛街 然后你要搭很lady的 或是搭牛仔裤帅帅的也很适合 这一次真的必收 下一套一样也是绿色的单品 但是它是T恤 T恤呢一样是春夏就是必备的 你知道基本款的单品 它的手感超级好 然后抄写的发纹 然后它是有点淡淡鹅黄色的配色 它的版型就是 我觉得不会太 我很怕很贴的T恤或是太宽松 但是这个就是 算是微松的感觉 配上我们这次的披肩什么的 也都超适合的 一整个很韩国 然后下身就是搭配 这一次的五分牛仔裤 等一下再来介绍它 那这个T恤还有白色的 白色的长这样 白色就是不用说了 非常非常百搭的一款 随便你配的都很好看 所以如果衣柜里 还没有一件这种字母T恤的话 一定要买这一件 这一件超级好看 两色我都很喜欢 不同感觉 来介绍这一件牛仔五分裤 这一两年韩国就是超流行这一种 不会过短的五分裤 那它很特别是做有一个假车线的感觉 所以视觉上呢 你会觉得你的胯宽变窄了 然后整个大腿也有被修饰到的效果 那它是做有点这样子微松的设计 但是又不会就是松到 浪到没有型 它是有点这样子 从腰这边这样子散开来的 A字型的设计 我觉得穿起来超遮屁骨肉的 所以这一款离型女孩必备 然后你搭个什么短靴啊 或是那一种木勒鞋都超级好看的 这个T恤衬衫都可以 下一套呢 是一个很有气质的一个上衣 它的材质超级舒服 是有点一粒一粒这样 你看 然后很厚实 我觉得它穿起来超级有气质的 它就做五分袖的设计 然后有一点点的缩口 然后是五领的这样子的设计 没有领子的 那它呢 你把它打开就可以当一个外罩衫 扣起来呢 就变成一个上衣了 这材质真的超级无敌好的 搭配的裤子呢 就是这一次我的新童号 单边的大破洞牛仔 直筒裤 它真的很好看 就是你知道像一般已经很多有那一种 一般牛仔直筒裤 但是有一点稍微造型感 就是会让整个风格超级不一样的 然后它破的方式是这样子一个斜开的 外翻的一个洞 然后有一点点的抽须 那因为只有一边 所以也不会觉得太酷 就是有时候有着破洞 你会觉得太欧美了 或是太狂野了 有点不敢驾驭 那这个呢是你可以同时兼具Lady气质的感觉 但是又可以穿出一点点小个性的风格 然后呢 它的破洞 其实它开的蛮大的 所以你会觉得 就是腿感觉变得很瘦 因为它就是会有那个空隙的感觉 只是呢 因为它刚好开在膝盖处 所以走路的时候 然后有时候会有一点点被拉开 就是它会 就是它会 有时候你知道有着破洞的 就是穿一下它会有点打开 就是这边会有点往下 所以就是走路的时候 它如果这边被拉到是正常的 好 再来下一套介绍的是一个 这个 今年很流行这种材质 有点蹄花的洞洞在一起 我看到它乱来出超多这种款式的 那这一件呢 它是一个微膨袖的短洋妆 非常适合穿去约会 或是参加一些比较正式的晚宴 就是很优雅 可是又不会太曝露 然后我很喜欢它搭配那个白袜 配上就是现在很流行的玛丽整鞋 整个超级韩风的 后面是做这样子一个扣子的设计 穿脱算蛮方便的 那我很喜欢这种大蓬袖 因为它可以蛮修饰手臂的肉肉的 像我这边觉得我的肩膀就是 蛮厚的蛮圆肩的 穿上这样子的蓬袖款式 反而让你整个人真的蛮修饰你的线条的 那要注意因为我觉得它群长比较偏短 所以如果身高165以上的女生就是要 注意它会蛮偏短的 再来的话这次有出一个很可爱的米色的 不规则摆折裙 这个搭配我现在这样子的 这个额黄洞洞针织衫就超级适合的 很百搭的一款性色的裙子 然后手感也超舒服的 它一样有做内衬的安全裤设计 所以不用怕会走光 那我试试的这些额黄洞洞针织衫呢 超喜欢它整件的版型 就是有点微微的浪 可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温柔的小姐姐的感觉 那如果想要比较休闲一点的话 搭配大破洞针织衫 超级好看 然后像你看我现在搭的这个油画裙也很好看 或者是鸟搭这种短裙也非常的适合 所以整个就是一个非常百搭的一款 再来一件呢 超级无敌美的光泽感长扬 它后面是做这样子厚绑带的设计 那其实呢它也可以两面穿 这个也可以当做正面穿 这穿起来真的超级有气质 里面搭那种透肤材质的衬衫啊或是打底衣都很适合 如果你敢的话 其实它单穿我觉得超级有气质的 这件也是今年夏天必收 真的必收 春夏必收 再来呢如果你喜欢比较欧美一点的款 是这个洞洞的 真正上衣超级超级美 这算是我很喜欢的一种版型 因为它还蛮修饰上半身肉肉的女生 它做一个大V领的设计 所以整个视觉会感觉 不会这么的膨胀 那它的洞洞针织呢也不算特别厚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它穿起来 虽然是微微的贴身 可是不会看起来就是很勒的感觉 然后它的最重要就是它的肚子 腰间这边做缩口的设计 所以呢其实看起来是很有腰身的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没什么腰身的女生 就是直筒腰 反而就是穿这种短板上衣啊 腰针做贴身的反而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 就是身形是好看的 然后你要配裙子啊或是牛仔裤都很适合 那另外一件类似款呢它是一个粉肤色的 那它的洞洞呢是比较小一点 而且是做像这样子有点提花造型的 它穿起来超显白的 很称肤色 那它本人是一个肤性色的颜色 穿起来非常非常的温柔 如果你是性色控的话你应该会很爱这件 然后我觉得它配白裤啊 牛仔裤一样都非常非常的搭 那这一次呢我有选了四色的这个披荆 披荆就是含牛必备啊 我之前没有特别尝试这样的穿搭 但是后来搭完发现 喔真的是很好看耶 就是你衬衫外面再这样子照一件 你可以不用把它打结就是这样披着 就是可以进冷气房的时候 也可以稍微的保暖 然后呢又有一点造型的感觉 然后它这个草绿色超好看的 比起刚刚的针织衫的绿 比较低饱和度一点点很好驾驭的绿色 然后春天就很适合你戴着 带一个白衬衫在照它 那再来这两个颜色就是 一个是米杏色 一个是浅棕色 两个都是最好搭的那种颜色 必备款 再来这个字母白T恤搭配的是这一个 停板的衬衫材质的这种半身裙 绑带半身裙 它的绑带搭起来超可爱 你可以把它绑在前面 也可以把它绑在后面 两种穿法 我很喜欢它做一个这样子 有点折皱的A字群设计 然后它后腰是有松紧的 所以不会很勒 因为它有很多很大的弹性 我很喜欢是它的这个材质是非常停板的 有厚有分量的 所以不会整件轻飘飘到 有些会飘到你会觉得看起来显胖 但是它的版型是硬挺的 所以反而修饰你的这个小腹跟腿的线条 好上衣的最后呢 要介绍这一次的唯一的一个衬衫 很可爱的一个微抓皱感的五领衬衫 现在很流行这种没有领子的感觉 它穿起来很可爱 因为它袖口也是有做这样子 微微的缩口 有一个整个微微的蓬蓬感 然后它还有紫色 这个紫色真的超级无敌 可爱的 它是那种很淡淡的 它是那种淡淡的紫 你知道吗 马卡龙紫的感觉 这个春天就是整个超级无敌好看的 配个白裤啊 或是裙子都很搭 这个紫色我觉得真的很可以耶 你知道单牛仔裤也OK 就是怎么搭都好看 然后它不会透 然后再来是包包 包包都是这一次有两款 我觉得都超级好搭的 先来介绍这个好了 这个已经是被我朋友直接看到就下定 他就跟我说帮我留一个 首先呢它是一个很舒服的白色软皮 性白色 再来呢它这个外观是做这样子 一束一束的折皱 背带呢你可以这样子手提也可以肩背 它的长度很刚好 不是那种腋下包 可是是可以让你侧背的 然后呢这边是做这样子的开口 最棒的地方是它里面有附一个同色系同款的化妆收纳袋 而且这材质一样非常非常的舒服 手感非常的好 然后很多人会怕这个里面如果是黑色的会染色 那它里面呢是这种白色的软肌皮 质感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里面空间很大 就这一款真的超级好看 我每一款都很喜欢怎么办 但是它真的超级方便的 再來是一个鞋背的帆布小包 它也很可爱 就是帆布跟皮质的拼接材质 然后这个是深棕色的一个皮 那它其实很能装 它还是可以装手机、钱包、钥匙 夏天就是很适合这一种 帆布杆材质 可是又不会过度的度假不好搭配 平常的穿搭其实它也很OK 而且它的皮虽然是深咖啡 但是有帆布的感觉 就综合掉那个很厚重的感觉 这两颗都很好看 这一次呢唯一的一款西装库是 非常好搭配的滑杏色 如果你没有一条漂亮的杏色西装库的话 就是它 它是维维做喇叭的垂坠感设计 跟我们家之前卖的很好的那一款灰杏色 蛮像的 只是它下面没有开场 它就是一款非常基本款 好搭配的杏色西装库 那一样搭配像这样的洞洞针织衫 或是一般的上衣都很适合 T恤、衬衫都可以 这一次还有一个棉马感的 暖袖西装外套 它一样超级好搭的 然后我现在没有现货 因为这一件呢是model的自流款 它自己很喜欢这一件 所以拍完就把它带回家了 它就是一个很百搭 它有一点点偏绿色的杏色 model是搭配我们家的bra top 还有卖的很好的坨色西装喇叭裤 整套真的超级好看 很有气质 而且有一点夏天的感觉 最后要来介绍的是 鞋子这一次呢唯一的一款鞋是它 它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很好搭的白色 跟一个这个杏色、杏棕色 它有点浅棕色 但是偏米、偏性的感觉 穿起来非常的有气质 而且它的跟大概才三公分左右而已 它这边质感做得非常好 这个微微的软气点 走起来非常的舒服 不会累 那它特别的地方是 你看它不是一般的木勒拖鞋 它这边是做了一点斜口的设计 所以带一点微微的造型感 可是又非常的好搭 真的很实穿 不会是那一种就是啊 只能摆在家好看 然后穿起来脚很累的鞋 它是真的可以走出门 然后逛街一整天都OK的 那它的皮质也是非常的软 就是不会抹脚、不会累 自己觉得这两色都 都很好搭 我选不出来哪一色比较好看 我个人会觉得如果怕显黄的 或显黑的话 其实穿白色的 肤色会看起来比较亮 但也如果皮肤白的话 其实这两色我觉得都很好驾驭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次的 四月新品的石川介绍 记得明天下午三点就准时会在官网跟下皮上架了 可以跟我说说你们最喜欢哪一套 我其实选不出来我最喜欢的哪一套 但是我有前三名 第一名就是第一套的西装套装 真的很喜欢那一个 然后第二名是我身上的鹅黄洞洞针织衫 配上破洞的牛仔裤 这是都是我自留的 已经马上自留的款式 第三名我想想 第三名是多色整只外套 因为我第一次尝试 就是比较多不一样颜色的 然后我发现粉红色跟绿色都意外的很好看 而且是很吸睛 就是大家会觉得 诶 你的衣服好看在哪买的 因为就是跟平常比较不一样 我平常就可能就一大堆都是白色跟杏色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值得春夏的时候收藏 缤纷色系 好那以上就是我这一次的实穿影片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 也可以留言跟我分享你们最喜欢哪一套 那记得明天要去官网逛逛喔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